加州 低收入無證移民 可得政府醫療保險津貼 根據沙加緬度封報的報導 加州將會成為首個 令移民身份不再成為 醫療服務半腳石的州 令所有低收入的無證移民 無論年齡都符合資格 取得州政府津貼的醫療保險 州長劉森在星期日晚公布 與立法議會達成一項 預算案協議 當中包括 新增的擴大加州醫療補助 來承補更多的成年無證人士 項目最遲會在2024年1月1日開始 預期可以為近70萬26至49歲的 無證移民提供全面醫療保險 並令加州缺乏醫療保險的人口 取得10年來最大的跌幅 代表洛杉磯民主黨的參議員 Maria L. Dirasso表示 今次歷史性的投票 說明了加州將醫療 作為人權承諾 加州現時已容許不少無證移民加入Medical 在2015年開始 讓無證兒童加入Medical 四年之後 資格範圍擴大至未滿26歲的無證移民 到今年5月 開始成保年滿50歲的無證移民 今次擴大的Medical 預計每年開支要26億 視乎收入 加州民眾一般都符合資格獲取Medical成保 四人家庭今年的入息上限是36,156元 加州也開放Medical資格給某些醫療狀況人士 例如懷孕、失明、傷殘、未滿21歲 入住醫療院或剛到埋的難民 也可以獲得成保 開放Medical給加州所有無證移民 多年來一直是醫療及移民倡導者爭取的目標 加州移民政策中心 醫療及公共福利政策主管Sarah Da 表示 這項預算案投資 反映了加州包容和公平的價值觀 並且應作為全國其他地方的典範 所有加州居民 無論年齡或出生地 都應該能取得食物和合理穩定的身資等基盤需求 根據加大伯克萊分校勞工研究及教育中心 最近的一項分析顯示 無證移民仍然是加州缺乏醫療保險的最大一群 天下韋視記者編輯報導